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百坑讲坛第179期 百坑讲坛第179期非常具有纪念价值 因为今天正好是2018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 其实这个三八国际妇女节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节日 它是国际妇女节 虽然不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承认 但是所有在联合国登记在册的国家 都是以3月8号作为妇女节的 然后妇女节这个名称很多女星就心里面很不乐意 妇女妇女 这个我跟你们说一下是翻译的国 人家那个英文是Women's Day 那么当时翻译过来的时候 就觉得叫什么女人节了女子节了好像都不好听 就叫了个妇女节 其实你可以认为它是女人节或者女子节或者女性节 但你知道女性在英文里面有个专门的名称叫female 它不是female stay是women's day 所以说最后还是翻译成妇女 让人感觉好像比较中性一点 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 妇女这个名词好像越来越不招人待见了 那就没办法了 其实在大概06年的时候 那个早年的那个人大代表会议上有同志提出过说 把这个三八国际妇女的名字改一改改成叫女人节 但是呢最后也没有通过 对吧 所以说大家不要有什么这个 反正民间现在已经有很多了 叫什么女人节了女神节了女神节了各种各样的节日 其实呢就是为了提高我们广大女性同胞的地位 现在都一样对吧 毛泽东同志说的好 妇女能称半边天 现在男性女性都是一样的 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这个 中国的历史上呢 男女的地位不平等是很明显的 对吧 那么到了现代 虽然现代的话呢 也是有很多的问题 各种人口出生率呀 还有中男轻女的思想呢 还是根深蒂固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呢 在我心目中每一位女性都是一视同仁的 就好像我平时带着什么夜雨啊 带着橱橱啊 打牌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说我怎么对妹子这个样子 那不是的 那是因为我从来都把她们当作跟我一样的个体 所以我喷她她不喷我 对吧 大家互喷就特别好 不需要特殊照顾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正确的 希望在我直播间的各位观众呢 都是新时代的女性 新时代的男性 平时身边呢 对妹子的好呢 要由内而外的 不是由外而内的 好了 不扯那么多了啊 总之祝广大的女性同胞节日快乐 那么我们现在啊 就开始进入今天的第一局 哇 第一局就给我来这个啊 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可以啊可以 那 华佗 手机卡刷成四红啊 厉害厉害 试镜试镜 动手啊 动手 哇这 这么幸福的事情呢 孙上香中啊 还华佗中 这八张牌 这 这关的手牌就已经八张了呀 不对 是十六张 啊 这是十六张 不是八张 是十六张 好了 停不下来 各位观众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白坑讲坛第179期 呃 白坑讲坛第179期呢 非常具有纪念价值啊 因为今天呢 正好是 2018年的 三八国际妇女节 其实这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啊 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节日啊 它是国际妇女节嘛 虽然不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承认啊 但是所有在联合国登记在册的国家呢 都是以三月八号作为这个妇女节的啊 然后妇女节这个名称呢 很多女星啊就心里面很不乐意 对吧 妇女妇女啊 这个我们 这个我跟你们说一下 是翻译的国啊 翻译的国 人家人家那个英文是women's day 对吧 那么当时呢 这个翻译过来的时候呢 就觉得叫什么女人节了 女子节了 好像都不好听 就叫了个妇女节 其实呢 你可以认为它是女人节 或者女子节 或者女性节嘛 对吧 但你知道女性在英文里面 有个专门的名称叫female 对吧 它不是female stay 是women's day 啊 所以说最后还是翻译成 妇女让人感觉好像比较中性一点 啊 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 啊 妇女这个名次好像越来越不招人待见了 那就没办法了 其实在 在大概06年的时候 那个早年的那个人大代表会议上 有同志提出过说 把这个三八国际妇女的名字改一改 啊 改成叫女人节 但是呢 最后也没有通过 对吧 所以说大家不要有什么 这个 反正民间现在已经有很多 对吧 他不不装中就是死路一条 万一呢 万一主公傻逼信了呢 对吧 反正 反正别人没信 华佗信了 但华佗打的也没错 对吧 我华佗那么多红 万一杀曹毕七光所有牌 岂不是前功尽弃 对吧 还不如先把其他的名反杀掉 杀掉最后再解决 孙少香跟曹毕的问题 啊 不过主公就是一个字涌 对吧 主公肯定是发现 好像再多杀一刀就能刷出至胜至名了 其实很简单 就最后不要把桃子 不要炸光 就赤桃吃到满血吧 让曹毕举动 这个棋手没有盲乐 我做主公 我棋手是不喜欢盲人的 那是因为我选择主公 前期后期都很厉害 像这个曹毕主呢 就不属于这种主公 曹毕主公是属于比较特殊的那种主公 这个跳法 这个纯粹是为了建议 为国疏难 为君解忧 沃和拆桥 臣妾自当与圣上共抵外敌 照这么说来就是张飞忠 沃和拆桥 为国疏难 为君解忧 好像是张飞忠 今日莫书 又被拆了张闪念 乐还在 无忠生有 铁锁竟然没人要 真的没人要 那么后面才拿着 来刀了 看我杀他的人有麻烦 搬一个 现在走 是你最好的选择 臣妾自当与圣上 乱世之跌倒 两张乐 挺麻烦的 为国疏难 为君解忧 老夫不要受伤心 一臂之力 乱世臣妾 张星产要是弄不死的话 事情就很麻烦 又有一个神套 这个木马给忠惠估计是回不来了 为国疏难 为君解忧 咱 怎么画风突变了 是我哪里判断有失误吗 9 铁锁连环 火伤 李如没动心内奸 中会前面是 反装 还有这种事情呢 有我在 定让敌军寸进尺退 纵有强弓强弩 也无用 李如内 就起手弃个杀 搞不清楚是反事 错 李如是内 起手弃杀的 你搞不清楚是反事 因为后面中会有一点点像跳内的 所以说主攻就误认为 中会之内就去乐李如了 其实你别说主视角了 我也没搞清楚 这个丢的四色的 丢了个四色的 看到没有 还好没逃 有逃被救起来 不会吧 张飞也死了 其实这个乐奈是不太好 乐李如 因为 我的话会续抱一个乐趣 乐张星彩 张星彩一旦打不死 就要出事情 张星彩这张手牌是值得一顺的 因为是刚摸的牌 对吧 你想张星彩这张牌 刚摸的 如果是个杀 你顺了他相当于浪费 相当于废掉反的一个桃 如果是杀以外的牌 除非是张闪 否则肯定都是有用的 对吧 何必不去顺 十年不晚 乱世成情 哇 这丢了无中啊 看来全是跑 这个那你顺什么呢 顺手牵扬 这也太假了吧 这怕是蔡东墙捕斯墙啊 三个男们打崩了 不过没有杀 哇 这无辜你也敢开 怎么都是先顺手吧 而且张星彩那张牌 张星彩那张牌一定是好牌 三难一万 有时候死人比活人有用 有连弩有杖斑 悬疑之际 走远了 走远了 这样打 不对的 因为有可能会收到火龙的 有可能后面杀不够 打不死人 有可能会收到火 如果你打不死人 这些牌就不一定没有用 有可能收到个火龙 你会发现自己没牌了 最后靠三难一万翻牌了 这局打的其实很有问题 首先那个勒布斯鼠就很有争议 勒布斯鼠呢 最好还是去 最好还是留着去乐张星彩 而且后面张星彩动一下 的确是崩盘了 张忠华 刷手机卡 其实张忠华一开始 那个牌还可以 我觉得不需要刷手机卡 刷完了我还没觉得 我还觉得没刚才那个牌好了 所以说手机卡 刷手机卡也是有学问的 如何用最少的手机卡 得到最高的收益 对吧 就你要你要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对于张忠华来说 不卡 对吧 对张忠华来说 不卡 不卡这个伤势 不卡伤势 闪肯定是最卡伤势的 对吧 但是不卡伤势 你也得有牌保命啊 这一方面酒比讨好 然后有无限可以防乐 这黄盖这样打吧 就有点 像钟 但是张忠不一定是反 你知道吧 张忠直接逃也不是 直接去死了 不知道黄盖是以什么身份 去忙的张忠 然后我更加无法了解 诸葛亮是以什么身份 去打的黄盖 从表面上的情况来看 有可能是 诸葛亮是中打黄盖 不知道 这个不能再掉血了 毕竟重乐了 重乐了还是要怂一点 不重乐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地掉血了 黄盖已经快被打死了 细了个桃源 大汉天下 已伴入我手 伤之别离 好了 拆刀的 南蛮入侵 哦 这个南蛮入侵 想收黄盖看看细了什么 他们开始拯救黄盖了 拯救黄盖 玉玺在手 天下我有 中乐了 你我推心致富 这曹瑞就这么信 这个黄盖 我怎么就不太信呢 我觉得这个黄盖 必有蹊跷啊 剩诸葛亮 他去打诸葛亮呢 那可能是真反了 这个反这个反对吧 这三个都是真反 值得死真 我的计谋敬备 剩下一个假许 假许前面看他满了 好像解释的挺透的 对 都打假许去了 雷杀 哦 可以弄死一个 我要你三斤石 这假许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假许表示我是清白的 我是清白的 假许非常完美的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然后我感觉反对挺实的 春哥手机不错 有该有防御的时候有防御 哇 看来短时间那是死不了了 可在你心 没了 哎呦 又连了一个九 这么关键的时候又连了一个九 哇 这牌爆炸了 卡了一个桃 这时候怎么可能会需要逃 又卡了个雾风灯走远了 没了 强行拿个杀 哇 这假许竟然出杀 怎么把简易给丢了 我觉得这个简易很值钱啊 而且卡了两张闪是闹难呀 其实要我说这假许根本就没什么用 对吧 还是先打打更有用没人 怕死就拿仁王盾 因为仁王盾本身 也很讨厌 春哥也没东西破仁王盾 对吧 哇 这么舍不得这张闪 前面拿了仁王盾就很稳 就不需要那么多闪 现在的确 现在的确这个不留点闪吧 自己心里也是 对吧 不留点闪也不行 这次 这次突然刚了起来 一张闪都不留了 忽然一张闪都不留了 这神家一卡的元素哭瞎了呀 这个应该先开万剑的 这里就打错了 对吧 你如果顺道连弩就上天了 顺道连弩就上天了 那肯定是先开万剑的 先开万剑就能骗出无限的 很怂啊 很怂 还是患得患失的在回血 当然 打到这个地步了 打我一点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是个普通陆训 没什么威力的普通陆训 这元素死死的抱着这个仁王盾 死死的抱着这个仁王盾 这个藤甲 两张无邪可击 这个1号 无邪可击2号 我的天 这不可能死了呀 这根本就不可能死呀 可以抬走了 祖宫打的还是比较怂的 但是打到这里 其实怂一点是对的 因为要是一个不小心 被偷掉了就搞笑了 还是怂一点的好 怂一点比什么都全 反正 现在就是这个闪变有点 什么啊 陆训竟然把闪电给顺了 我告诉你们 闪电是你们唯一的希望 啊 这次卡了好多杀 完了 五股风灯不开嘛 就是刚 拆了一张杀 拆了又不杀 我还有很多闪 这次起飞了 这次要拆 这次要拆 这次要拆陆训加一码了 又一张闪电 突然不挂了 我觉得可以在这回合结束游戏了 竟然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不挂闪电 我觉得不挂闪电有危险 因为 你想刚才如果陆训 对吧 你 这个能回合那剑 这种时候能回合零要联赢的 挂个闪电的风险 反而没有不挂的大 因为你不挂这个闪电 陆训元素一人一刀 你可能就死了 这元素并没有这个狗命 大汉天下 一半入夜深 你命如此 我还有很多傻 这怎么办 诶 陆训啊 陆训啊 哎呀 顺手牵羊 顺手牵羊 诶 这个桃园开得非常好 这个桃园绝对是要点赞的桃园 就这个桃园一开 元素的一面 几乎就没有了 你命如此 你别看主视角打得怂 虽然主视角 有时候是怂过头了一点 但我告诉你 他最后赢 还真就靠这股怂劲赢下来的 运气是好一点 但是真的就靠这股怂劲赢下来的 就这帮反贼反正也很无脑的 就面对春哥就像恶虎扑羊一样扑上去的 就是你要考虑清楚你对手 你的对手是恶虎扑羊 有什么牌直接往你身上招呼的 这种情况下 你春哥打怂一点 一面就大 如果你碰到的是那种很谨慎的对手 其实你打春哥主的时候 谨慎的对手现在很多的 谨慎的反正也不是没有 就是你一回血 他就给你打围观 这种情况下 你就要打的 你就只能拼了 你就只能拼了 因为你一怂 他给你打围观 你就必输 春哥主攻 回了血被人打围观 就不可能翻得了身了 这一局的话反正反对无脑推你的 打怂一点反而好 这次是一个莫自卫的反贼 这是离婚禅吧 看一下离婚禅吧 主攻没有盲离婚 因为离婚禅这个主攻 哎呀但是 但是反贼忙了离婚 就很气 对吧 被反贼忙了 因为曹皮主攻的离婚禅 真的讲不清楚 曹皮主攻的离婚禅 在哪个位置 人家都可以理直气创 那给你做钟 这个西子才 这个万剑怎么放得这么 这么 这万剑放得也太坑了 强行给曹皮打个无限 然后再给赛文基打个无限 又不是留不住对吧 浪费了两个武器 还给我们给打残了 这个东运 是反贼 就是邪不胜正 先到玄妙 那这就是最后一个钟 哎呀 本来 本来我们要起飞了 要起飞了 俩逃 哇的天 这么狠 天下万物 玩诗之东 手之丧 杀 这个杀 这个杀细致财 不归鹿啊 这鹿迅死了一把牌全是我们的 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行 过河拆桥 顺手牵牙 无懈克机 千千有礼 天下万物生于有 啊 生于无 死了 这个南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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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董允是装身份啊 这董允还能这样装身份玩呢 然后反对就自相残杀死光了是吧 想不通 真的想不通 因为孙上香是董允打死的 就你别看这局董允威风成这个样子 你想啊 董允打死孙上香 但孙上香已经七千跳过中了 因为细致财 赤桃孙上香是抢牌的 这种情况下孙上香已经按跳中了 细致财没有理由去打孙上香 如果细致财是随便打一个人 盲错了以后 盲错了孙上香才不得已装身份 那你可以说董允威了哈 这个他打错了一手孙上香以后 其实问题很大的 你想啊 如果左辞没这个勒呢 左辞没这个勒 左辞打 打貂蝉打不死 貂蝉把主攻的牌撸光 这可撸的不是主攻一个人的牌 是孙上香加主攻的牌 对吧 所以说你别看这董允威那么威风 其实是非常非常失败的 也就是 也就是他运气好 左辞有个勒 左辞这个勒要是明的 那我倒是挺佩服他的 他这样也敢动 好下一把 这种就纯粹是歪打阵招 难完入侵 杀 无休养生息 备战带敌 杀 杀 杀 桃园结役 诶 这为什么要给关羽开桃园 比比看谁杀敌更多 还送他觉醒 这么信他 这么信他 这个太怂了 太怂了 你堂堂 堂堂野白虎 竟然不敢掉血 两边这么多人 两边这么多人掉了血 两边这么多人掉了血 你还怕 那个什么吗 不过既然出了闪 你看嘛 这桃 你还怕 你还怕蹭不到桃吗 这等着蹭吃蹭喝呢 五股封灯 竟然拿了一张闪 竟然拿了一张闪 堂堂野白虎 竟然拿闪 人言无疾人天相 福少年龙 父亲快走 有我电号 如可与宫中 多如几日无妨 不过这波吃到鲁树的这个牌 还是挺不错的 鲁树说 你还我一张吧 鲁树这还不如顺 无仪的 不如无仪的白衣狮子呢 对吧 这边 这边白虎的牌 其实都是鲁树给过去的 你给过去的都是些废牌 对吧 你能顺回来什么 你心里没点B数 对吧 顺个无仪的白衣狮子 还能干点事儿 或者索性顺个刀去砍人 也挺好 那局面挺稳当的 反正藏是挺弱的 藏主攻挺弱的 他保护得了一个 保护不了第二个 反对是四连 哇 邓爱这牌有点吓人啊 无限怕不是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真的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好 斯马朗也已经是尸体了 瞬间崩潜 大展宏图就在金刚 不过邓爱 邓爱果然是哪一件啊 好了 曹瑞也瞬间变成尸体了 三具尸体 这鲁素有点想不开 去九杀邓爱 这邓爱摆明了 满手都是闪 对吧 摆明满手都是闪 撕了个-1 哇 这个可不能不闪 邓爱肯定不会放过鲁素的 但是鲁素 他火了 因为邓爱没有杀 不好过呀 白虎记下了 几人篱下的认词 不好过呀 好一个蹭吃蹭喝 哎呦 这草王心里苦啊 哇 这个痛啊 痛死你算了 火攻 这还不如鲜火攻呢 鲜火攻也能双火攻呢 鲜火攻也能双火攻呢 哇 胆子好大 啊 死了 这次是救不回来了 还是你赢了 什么 这个话是屡 屡败屡战是吧 屡败屡战啊 真的是屡败屡战 这局其实 其实就是鲁素威风啊 完全 完全 完全看鲁素的 鲁素最后赶换就是厉害 你看看这个桃 我天 看到我眼睛都快瞎了 然后最惨的是那个曹昂 看看一桃 还被阎白虎抢了 桃子一下子被撸光了 邓爱呢 对鲁素还是不应该手软的 真的不应 真的对鲁素不应该手软的 宁可先打死鲁素 宁可先打死鲁素 而不是先打死无限 对吧 对吧 内奸刚才最好的打法呢 就是鲁素打死 然后那个残了的 什么 斯马朗打死 然后解决曹瑞 对吧 那个无限排差有 但是爆发力不够 可以慢慢磨 对吧 可以这样打 所以说无限帮鲁素挡的刀 还是很舒服的 这边这个 这个主攻第一翻翻了个周泰 真的是无奈啊 真的是太无奈了 这张勒不思蜀 其实还不如去勒个反 勒一个马上要动的反贼 或者 或者可以考虑留一下 就等到貂蝉正面朝上马上要动的时候再勒 这个勒容易被解掉 你说能不能因为貂蝉中个勒 你就放心不去 不去翻他了 该翻还是要翻他 无懈可击 对吧 就是我刚刚说了 这勒其实勒的不好 九杀 不如留着 这马超坑爹吧 这刁蝉马上要动了 你看 非要给自己加戏 对吧 马超说我是有技能的 是仇知道不知道 是仇 哥是有技能的 我估计 我估计反贼可能是有桃的 就没救了 然后脱管了 脱管了 因为这个貂蝉很难救得起来了 这不可能过了一大圈 一个桃都没有了 王毅脱管了 不知道什么套的 我王毅总归是内奸了 怎么看怎么向内奸 这不帮主公顺狮子吗 他要去打灯爱 果然是有桃没救 果然是有桃没救 最近啊 我发现 我发现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给自己加戏 以前不至于这样的 都在冰草人了 对吧 有的时候 你只要不给自己加戏 老老实实的演好你的群众演员 哎 你就能赢 你 你一个 你一个没什么戏的人 还非要去强行给自己加戏 把主角的戏份给抢了 最后就弄巧成 比如说这位灵统同志 这这这这剧游戏没你的戏份的 你就老老实实拆拆加减一什么的就可以了 非要去拆邓爱 那本来你是能活的 现在你活不了了 对不起了 这就是这就是给自己加戏的下场 现在就有点难办了 灵统马上要死 王毅满血的 等下又不肯出力 这个还是挪兵梁寸断的好 真的 还是挪兵梁寸断的好 化手为功 因为无限可击根本不够你用的 你这一张无限可击哪够用啊 哇这么狠 不过他正好 不过这王毅正好能收灯爱 不给收 觉醒灯爱肯定不给你收啊 哇 您的心可真够大的 这这也能救灵统 灵统真的值得救吗 值不值得救啊各位 呃 这个我不知道 主攻都救了 曹人肯定也得救 到底值不值得你救呢 神乐 难道真的能保住 你看这个兵其实 麻烦比一个什么破家一马要大得多 前面兵一下周泰周泰都不一定能会打个铁锁 哇 每个人都自身难保 现在王毅很舒服 但舒服归舒服 对吧 王毅他舒服归舒服 这帮反贼打无限也是够了 这王毅收两个反加一个中 真的真的不关你另外一个中的事了 而且主攻也在锁里 这王毅他打不了火杀打个雷杀 又无所谓的 正好帮你翻回来 这曹人太不珍惜无限了 不是这样打的 还是没死 我们看看灵桶的投资回报如何 这马超傻了 哦 赌一波 赌一波 赌一波倒是也值得 值得一赌 画手为公 拿成家了 周泰吓得加一马都不敢装了 这王毅吧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前面托管了 他前面要是没托过管 他中间有机会爆一下 他现在是有技能的 就特别厉害 他相当于每回合有三张牌可以用 而且适当的时候可以把牌交给反贼 让反贼帮他去打工的 可是他现在是个白板 我 忽然变厉害了 这个灵桶 但还是不敢 撸手牌 这个 有可能杀掉灵桶的哟 这主攻是不是没考虑清楚就打了 还有说他有这个自信 马超一定会出闪 顺手牵羊 马超万一投铁的 哎 曹仁去打雷沙倒是可以的 反正灵桶无用之人 并且可以翻曹仁 故意害人 这点小伤算什么 西凉 收掉了 回不去了 战如雄武 不惜屈命 哇三格神装 牵手此地 不退半步 就差一点点 铁锁 铁锁连环 画手为弓 出其至圣 王一现在才开技能有点晚了 现在搞不定他 周泰这个 周泰这个无蟹打的不对啊 主攻身上是有无蟹可击的 主攻身上有无蟹可击 你是让主攻决定打不打 因为曹仁的装备是很宝贵的 木马里的无蟹最不值钱了 能用掉就用掉了 不敢杀王一 现在最好是先收拾周泰 死了 两个人围观王一 两个人围观王一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 王一本事再大也没有 王一本事再大也没有这个一打二的能力 更不要说是曹仁王一 曹仁这个曹批呢 好投降了啊 倒是挺干脆的 我建议所有打到大后期的内奸 如果发现打主中内 打不过 就点投降 这个最省力 最省时 最省力 最省心 而且也不会有任何无畏的这个口角啊 争议啊 什么都不会有 就点了投降 不丢人的 啊 比堪斯主公私票送晚 要这个伟大的多了啊 一点都不丢人 咱们从另外一个侧面评论这一句 其实王一的机会一直很大 他的问题呢 就是中期托管 装逼 然后南半万劫的时候呢 在那托管出杀出闪的 没有机会及时的报 如果他能多报一次 没有人有空理他 他能够自己多摸牌过牌的话 有可能就可以拿下这一局了 而主宗去强行救灵统 其实我真没看出来救出什么收益来了 灵统多活了那两轮 又有何作为呢 真没有 我觉得多留两个桃 可能王毅会更早的开始打击反贼 而且多留两个桃 曹批也不至于后期跟曹仁两个人这么惨 差一点点就死掉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嘞 焉 stal玄妙 俗人 安得其他 王毅 要一闪一闪 这都不忙故佣的 故佣还能是个好人啦 伸手重创 信念大 丢牌给二伤 还不忙故佣 这个太亏了 真的太亏了 哎呦桃子被拆了 但这个万 但藏这个万箭是很恐怕 郭航空虚了 很怕很怕这个假许 刚才的 刚才的万丈豪气都没有了 哇这个假许不知道 看来 担心两次了 郭航空主 其实我用过好几次 就马马虎虎吧 反正在我平时点名的几个神主里面 郭豪豪肯定是排不上号的 但用用也可以 反正郭豪豪也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就郭豪豪这种主动吧 也算是我喜欢的类型 厉害厉害厉害 直接把佐姿给弄死了 佐姿三张铁锁 这贾许也是不怕主攻被活活砍死啊 真的是不怕主攻被活活砍死 而且我以前说过的贾许 要南蛮跟大一起放 就先开大再开南蛮 对吧 而不是先开南蛮再开大 贾许前面先开南蛮再开大 甚至有可能会浪费 郭皇后一次这个担心的机会 因为你想贾许先开南蛮 郭皇后有杀肯定会出 对吧 然后你再开南蛮入侵 郭皇后没杀了 他担心就是了 如果你先开了南蛮入侵 郭皇后就会以为 你可能不会放大了 因为我都那么危险了 郭皇后就把杀出了 出完以后你再放大 郭皇后没有杀了 就啪被白掉一些 这不傻吗 谁能想到这个贾许 就郭皇后这么残 他还敢开大了 是不是 三个反在这 黑男蛮很厉害 郭皇后总的来说 不如荀游 综合能力不如荀游 特定的时候比荀游强 但荀游不是玩爆郭皇后 就担心的摸牌能力 跟至于的摸牌能力 几乎一样 但是至于有打掉 别人手牌的能力 而担心呢 有不展示手牌的能力 各有千秋 至于这个角兆跟 奇侧哪个强 也是各有千秋 角兆跟奇侧也是各有千秋 总的来说 荀游比郭皇后强一点点 因为郭皇后要担心两次 才能是完美脚招 如果郭皇后跑上来 就是完美脚招的话 那可能郭皇后比荀游要厉害一点 但郭皇后要脚招两次 要担心两次才是完美脚招 那对不起 那郭皇后 这个无限反正留不住 他是认定了张飞是内 假许是中 靠这个八卦招 这八卦招还不错 挡了一下 挡了这一下 曹昂那刀就砍不住了 但曹昂老是给郭皇后看看 你让炎梁文丑怎么办 炎梁文丑是可以 就是他实在摸不到杀 郭皇又有八卦阵 他可以强行放大的呀 对吧 我就赌 我就赌个判定 一个角度打死郭皇后好了 你给他送杀 你让炎梁文丑怎么办 虽然这个炎梁文丑的确没什么用 位置又差 对吧 而且郭皇后有担心的 所有的卖血匠 都不怕炎梁文丑的 哪怕是徐优 这种裸奔的都不会怕炎梁文丑的 但你也不能完全当他不存在呀 对不对 张飞一直托管 我觉得他就是那 真的决一死战了 那说明手牌全是火 黑南蛮 你有黑的 有黑的不搏一搏 曹昂给的牌是暗牌吧 不是明白 不过 他没给也正常 没放大也正常 那根本就不该去无脑放置 还得本宫亲自出马 张飞还算不错了 还是一直在努力保护主公的 虽然老是喜欢通管装 是明牌给的 太久没有自己玩草 爬爬爬爬 郭皇后厉害的地方还是有的 你看他可以一张牌当技能 寻优的话就留不住牌了 对吧 郭皇后肯定有比寻优强的地方 这个不出杀是对的 很明智 就应该明智一点 就不要出啥 我的天 看来 还得正宫亲自出马 还有桃 秉持如一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郭皇后现在的弱点 优势以后可以开桃源 这郭皇后不行 郭皇后 他烈士局 郭皇后烈士局比寻优强 优势局比寻优弱 军事局 军事局不好说 郭皇后是一个很容易被烈士翻盘的人 张飞 张飞失去信仰了 他不准备继续这场游戏了 反正一定打不死桃 因为我们知道 雇佣有桃 所以说索性拆他的刀了 这个选择非常明智 那张青钢剑的那个 太烦了 我们就全靠着人王盾了 主角看仔细了 真的搞笑吗 你没 没啥你拆人王盾呀 不拆人王盾 你看 是不是傻 你别说拆了人王盾 主攻真的死了 有时候吧 通往胜利的牌 就是这一张 你自己不会用 你自己不会用 就是主攻的这张手牌 肯定是不如人王盾之前的 这个就是在搞笑了 贾许同志 你做了那么多好事 就是何必呢 这张飞 继续装逼 一顺一杀 这个是 话又说回来 这个古丁刀是明的 你们知道郭皇后 就这货呢 这回合是把郭皇后当寻忧用了 寻忧你没办法 寻忧你是真的没办法 你不顺也得顺 但如果是郭皇后呢 你是不是可以狡诈放完大再顺手啊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狡诈放了大再顺手 你看你有简易的 曹昂如果没死 你可以去顺他的手牌 顺他的盾 顺他的家一码 顺他什么都行 甚至于可以去留着顺张飞都可以 这明的古丁刀根本没有用 借本宫 如见陛下 并起飞了啊 起飞了 还是国事难安 主视角还是 主视角还 你别看他打得好像很浪 其实呢 他还是怂了一手 他真的浪呢 白银狮子就不带了 万一呢 万一张飞是个耳鼻中呢 对吧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杀了张飞 回程凉血 跟这个假许单挑 还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对不对 一般 当然也怕这个张飞发野 因为你想这个张飞 不是个手无寸铁的张飞 这是一个有冠师傅的张飞 你不杀掉张飞 假许万一断杀 张飞 他前面装逼装了那么久 一直没有他的戏 你让他投降 他万一不降呢 对吧 万一他是江东汉子 誓死不降呢 他就是要给自己加戏呢 他加戏一刀一斧头 把你砍死了 所以说碰到这种人 世中世内 你都只能自认倒霉 你只能跟他同归于尽 没有任何办法 你想啊 他憋屈了那么久 做了一辈子的开了飞 对吧 好不容易有机会 能够当一次主角 他怎么可能放过你 怎么可能 想想都不可能放过你 一定不会放过你 有账吧 你也不知道张飞手里是什么呀 张飞不是还有手牌吗 你如何得知张飞手里的手牌 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是个9之类的 除非你能把张飞的手牌弄光 你能把张飞的手牌弄光 当贾计有名权吧 你就放手一搏 让贾计去动就可以了 对吧 这问题是张飞有手牌 所以我觉得主是要打死张飞 没什么问题 你注定这个难题 只能自己解决 张鲁主 跑了就没见了 哎呦 西之财 这个可厉害了 我跟你说 这个西之财绑张鲁 就大家都知道 什么曹锐了 举兽了 这种的 那是顶尖的 对吧 那是最顶尖的 那其次呢 对吧 西之财华陀 西之财曹锐什么的 是顶尖的 那其次呢 其次就是西之财张鲁了 这个也厉害的不行 这个其实 其实判个红好一点 当然了 防乐嘛 该防乐还是要防的 结果红袍被人拿走了 是不是很亏 是不是很亏 西之财灰血了 也是也是很厉害的 听我一闻尽之交 我们区区区区区一刀九杂 完全不怕 是新贵国传魂 打西之财 你怕不是活在梦里 有桃有桃没问题 补两张 武安离术 这就非常爆笑了呀 都是这个主攻不好 对吧 前面判红不就完了吗 非要去判个黑 好好的有牌不摸 红桃还被人抢了 都是这个主攻的错 这个戏之财 还死死的捏着那连弩三张纱 其实主要是戏之财的错 捏着连弩三张纱 他就是有一个梦想 有一个给自己加戏的梦想 有人说了 你跟关羽拼杀拼赢了 这场戏够不够好看 对不起导演 这个戏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连弩三张纱的戏 然后导演 然后导演苦苦哀求说 求求你了 连弩 跟关羽决斗 拼杀拼赢这场戏 已经是极限了 这才说我不要 我就是要连弩三张纱那场戏 然后 导演说 来人换演员 好了 没有了 换演员了 不要你这个演员了 换演员了 怎么办 然后戏就被剪光了 没有你的戏了 你的戏被删光了 为人不弄封门 行戒首刀 还好这个主持者 这个张卢 张卢本身的米盗 他的用法呢 还是比较纯属的 满大街都是 这乱七八糟的 这个机会去 去发动米盗 那张卢每回合 就有四张牌用 算是个小卢素吧 现在张卢就当一个小卢素 在这用 这个南蛮很厉害 顺手比较 比较卑枝 而且还多了个技能 天命 有四个技能 厉害 留些死 又一张难门 一般来说这张顺都是留一下的 结果竟然被他顺到脸弩也是太厉害 这张乐也非常厉害 就看不起你关羽 我就跳乐了 完全看不起关羽 关羽没事干 只能杀曹操 曹操还只能帮忙打工 好 继续把米拿回来 张卢玩得好不好 重点是米盗 用得好不好 要知道在关键时候把米盗给用掉 这蔡夫人重乐 裸摸火宫 厉害 乐不要了 好 操操啊 对吧 操操啊 紧静不能胜 痛碎 恐人笑 不如早归 不如早归啊 你说张鲁跟普通曹操单挑 曹操有多少机会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 曹操连半毛钱机会都没有 有很多观众会问 半毛钱机会是多少机会呢 半毛钱机会 两负财半毛钱机会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 就是 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中呢 一般 以这个 一分利两分利三分利 来作为这个计算标准 半毛钱呢 就是五分 半毛钱也就是五分 所以说半毛钱机会都没有呢 其实指的是 百分之五十的机会都没有 听上去是不是太高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半毛钱机会都没有 就是没有机会了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不过这一局可不是半毛钱机会 而是半分钱机会的 这曹操倒是挺实相的 张鲁要磨死这个曹操 肯定还要再磨个十回合了 曹操很实相 知道自己输定了 张鲁满手都是淘 可惜了 没有看到我很威风的这个张鲁系之财 我本来还很激动的了 我以为可以看到张鲁系之财的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是张鲁一个人 一个人这个打光了所有 没想到 真没想到 不过呢 也是这张鲁运气 你别看米道 好像在人多的时候打起来很厉害 那也得反贼有机会让你发动这个米道呀 没机会发动自然也不够用 这是谁啊 这是无限 配了一个举兽 厉害了 哇 9张了 转黑桃了 打黄盖了 这很像啊 1号2号两个反 特别像 还有8张牌 厉害厉害 起手就被打残到黄盖 哎呦听过了 听过了 有何作为呢 主公并不想给黄盖机会 但是 主公不给你机会 主公并不想给黄盖机会 哎 好了 这黄盖真是惨 不是被主公盲错了的话 不致如此的 这么凶狠 哎呦 应该是内奸 算是帮徐玉 挡一下是吧 因为 是队友不亏 是敌人的话 这个 这个杰命四张 也很难受 苍苍岁月 主公俩很开心 这要打 这要打双火杀是吧 无限有一点很厉害 就是 他能够选择排序的 像那个 简庸这个废人 简庸这种废人 那个 他只能第一张牌 简庸这个废人 是打不出双九杀的 哎 人家无限就可以 所以说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时代已经变了 无限可击 决斗 恩一段 义当决 现在 现在 这个二十一世纪 已经是女人的时代了 乐不思蜀 无过何拆桥 神乐 看我 二逃杀三世 二逃杀三世 铁锁的船 诸葛亮 错误的估计了 反雷的强度 他觉得杀了一周一番 很开心 其实后面反雷强的 强的不得了 天有不测风云 谨慎为了 四张牌 南蛮入侵 无限是我们的 无限可击 打得好 始至不详 刻定悔环 如可一宫之佬 代言诸葛亮 起来 因为 因为代言举兽 举兽也吃不消的 奖 不能失忧 是 哇 不可无解 哇 这 驱邪避恶 又社稷黎民 愿入你一生的忠诚 心怒追焰 刀风 这就是分分钟要死的节奏啊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这个顺手好没必要啊 你又没杀 一条断杀之犬 观星定中原 必其功也有力 这个 冠语已经满血了 反过来 另外两个反贼要惨 这个桃 反正就轮流代言吧 对吧 两个代言人 双代言人 双代言人 现在可流行了 双代言人 看我 一桃杀三十 这个是屈护诸葛亮 不可无解 点不够大呀 举手不为所动啊 天有不测风云 谨慎为秒 过程中 并无一兵 天言无 吉人天相 福寿绵绵 选择偷寻玉了 能偷得掉吗 真的被偷掉了 天狗 哎呀 别逃不过 这关羽真的是天煞空心啊 这故意坑诸葛亮吗 不过这个诸葛亮也是的 从头到尾没有摸到过一张 你看一绝了以后装备还是能用的 一绝了以后八卦可以判定木马里的牌可以使用 这都是常识 过河拆桥 银枪义武斗四方 A点 攻城略力神气阳 顺手牵阳 顺连弩吗 不顺简一吗 我觉得顺简一好啊 你不顺简一 诸葛亮肯定去打五线的 显然顺简一要重要的多了 拿了一张铁锁 这张铁锁有可能弄死 哎呦拆到桃了 这么牛逼 三火铲 哇 三火铲 没牌了 十张牌没有牌了 代言废被黑了 厉害 这这太厉害了 排队里没牌了 代言废被黑了 九 许以攻敌 缓而耗之 曹军自乱 桃圆一败 恩义 九 许以攻敌 缓不天下 缓而耗之 曹军自乱 代言废没了 代言废被黑了 天柳不测风云 今晚甚为妙 这个不管没 这只兽 人言无疾人天相 福圣如如 每回合强行代言 你总有摸不到桃的时候 其实这个祝可亮从头上尾就没有拿到过桃 被玩死了 诸葛亮马上风 这就是经典的马上风 经典的马上风 这个诸葛亮真是惨 被一个无限 被皇后给玩死了 想想也是 毕竟刘备在世的时候 人家是正牌皇后 诸葛亮是被咸死了 诸葛亮 诸葛亮到底是怎么死的 有很多种说法 有可能是因为拿不到代言废被气死了 有可能是因为得了马上风而死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吃盐吃太多 每天喂他一代盐 吃盐吃太多咸死了 咸死了 这个 现在至今还没有定论 未解之谜 二号卫园上 看到二号卫园上赶紧用果态 卫园上赶紧用果态 卫园上赶紧用果态 封服于人 放箭 放箭 这 我记下 我记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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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司马仪 司马仪 再放剑 刘备稳如一条狗啊 稳如一条狗 强行留闪 其实还是出闪的好 五一牌比闪之前 哇 一个都没死 就看袁绍有没有第五发了 有个针桃 有第五发就爆炸了 还有顺手 哇 第五发 这下完蛋了 前面的人能救活 死了 如等尽可放心 哇 还有 哎呀 大桥死了一样的 大桥死了一样都得死 全都得死 我操 这么牛逼 不一牌 活了 大嘴没了 哈哈哈哈 大嘴 男主角 大嘴说了我不是男主角吗 对吧 导演剧本上不是写了我是男主角吗 然后 然后说了 哎 是啊 你是男主角啊 我不是第一男主角吗 你是第一男主角啊 那那边那个人是怎么回事啊 哦 你认错了 那个是女主角 那个是女主角 可不得有个女主角配你吗 可不得有个女主角配你吗 对不对 啊 女主角 啊 女主角 怎么办 啊 那么第一女主角啊 第一女主角 无来无国之母 无中生有 没想 这中会估计是内奸啊 估计是内奸 这个园上应该是个忠臣 睡觉的 不睡觉忠臣啊 忠臣齐了 万物苍生 我们有鬼才 但是陆迅并不想给我们放鬼才的机会啊 他卡了杠无限 鬼才还是有用的嘛 可以判个八卦啥的 只能留一张借刀了 继续用不一 有大桥在 这大嘴也变样出来了 不过 反贼还是很危险 啊 这是分分钟崩盘的 说崩盘就崩盘 真的是说 这个 这个还不如人得出去的 陆迅 有国泰的陆迅 你指望能砍死啊 你也太天真了 陆迅前面都敢九杀你 你想看 陆迅前面都敢九杀你 藤甲 调戏你的 你还敢去杀陆迅 完全是浪费说的 你们说对不对 这可不是浪费手牌 此地火攻 容不下 杀 这个中会是反贼是吧 盲狙的马超 这么骚气的 还是我哪里看漏了呀 这还能 这还能这样玩呢 不 还不可以死 呃 冰凉寸断 又一条断杀之拳 这个 这个中会 怎么就这么自信的忙到忠诚呢 我也是没想到 哦 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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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中 哎呀 我自己傻了 不是我漏看了 是我健忘了 这可不是三个反贼 都跳了吗 雷伤 是可以忙马超的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 袁绍一天不死 你们始终是太子啊 啊 那我就放心了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换鬼才了 换鬼才管了他们永远不出来就行 咱 咱 大势已去 无力回天 这怎么救的活啊 只能救一个 我觉得救陆迅了 真的 只能救一个 我觉得救陆迅要么救自己 犯贼崩盘了 女主角 女主角 女二 男二 男三 男四 女三 全死了 只剩男主角了 哎 这个太溜了 太溜了 剩下 剩下那个男一男二对决了啊 男一男二对决 两个单挑王 怎么说呢 刘备跟袁绍单挑 刘备多一些有优势了 袁绍的话可以拿废牌当万箭乱击的 搞不清楚谁用 现在状态上刘备好一点 单挑王的决斗 这个九啥打冲动了呀 手牌不是这么浪费的 手牌岂能如此之浪费 手牌不溢出就不要乱用 单挑的时候要珍惜每张手牌 这一局游戏就看谁先拿到 这一局游戏的输赢 第一个谁先拿到加一 第二个谁先卸掉盾 第三个谁先拿到青钢剑 或者是破防的 或者是破防的 你知道吧 比如说袁绍拿到朱雀 或者刘备拿到灌石之类的 谁先拿到破防 破防的装备 那袁绍先拿到破防的装备 我觉得袁绍要赢 疼甲跟八卦阵在单挑的时候 是各有千秋的 哎呦还拿到加一马了 看来袁绍这次真的要变成男主了 这加一马太厉害的 我跟你们说啊 就八卦阵在 在一定程度上比 疼甲还要好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这个刘备无脑出杀 就 疼甲是在你一血没牌的时候 特别厉害 你如果 如果大家状态都很好 疼甲就不如八卦阵了 因为 疼甲就是我 普通杀出不了 我先出属性杀嘛 属性杀杀不中就杀不中 什么时候把你的 疼甲弄掉了 我再出普通杀 对吧 但是 八卦阵就不一样了 八卦阵是一种诱惑 哎 我能出杀的 我干嘛不出啊 对不对 万一他叛黑了呢 然后刘备的牌就这么被这个八卦阵吃光了 本来刘备牌挺多的 刘备下的离线了 最终袁绍打出了一发 你真气点 袁绍 真气点 脱了脱了脱了 这刘备心态炸了 心态炸了 我的心态也炸了呀 你能不能快点 哎不说好要结束了吗 你们两个人在搞什么鬼啊 这刘备 这刘备纯罪就是在搞笑了 你敢人都拍给袁绍 就会借了 最终啊 三国沙第一男主角 绝对的啊 万中无一的三国沙第一男主角 袁绍 恭喜恭喜啊 这局也是非常有喜感 非常有喜感 下一局 被吞了 被吞了 哎呦我的妈呀 哇 这 就你也配跳钟 还被人拍无限的 有点难办 全是红杀 哇 这官屏有点亏 真的有点亏 这还扔啊 怕不是失了痣 哇 还中乐 还吃冰 无法看到 汗室复兴的那一天了 沈南蛮入侵 也不知道寻优是不是中 是不是内 寻优不是内 孙上香怕不是要跪啊 其实官屏跟徐氏两个人 用光手牌打死张盒是怎么推的 一点都不赚 哇 这举兽 这么厉害 尽咒 失手了 这么强 还有 哇 手牌越来越多了 13张了 能打死徐氏吧 没距离 反正丢点闪就行 扎 你放着徐氏不决斗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台下主控给你回牌 你是不是活在梦里 这不决斗徐氏的 啊 这不决斗徐氏的爹 好吧 他可能觉得徐氏还有铁锁连环的用途 也不对 寻优 寻优是 寻优明的不是闪啊 就决斗是徐氏 董卓你也得打死的呀 奇迹董卓你不打死了 他会去冰董卓就说明我们主视角已经是尸体了 今天是尸体的主视角特别多 举兽啊你玩够了没有啊 还还没玩够是吧 这举兽 举兽你 你还没玩够是吧 举兽你玩够了吗 举兽 你要把董卓也捅死了 举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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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要重乐,这举兽有逃的,董卓死不了的 主公死不了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董卓被这个举兽虐待 没了,无用指举兽 这举兽估计都懒得救了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是你吗 只是说没啥用了 你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我跟你说,刚才举兽我用的是那个水冰乐的 这个是水冰海王星跟水冰天王星的音乐 比你高级一点 你是内太阳系的,我是外太阳系的 四老家我就看你够不够生气了,觉醒了 觉醒了,觉醒了 这个我现在用的是水冰海王星跟水冰天王星的音乐 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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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人家是最佳女主角 哇亮 变身了 我的眼睛都被亮瞎了 我刚才我刚才眼睛是不是被亮瞎了呀 我刚才眼睛 我刚才眼睛绝对是被亮瞎了 这个光芒太闪耀了 闪得我已经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看到 看到了我白内障了 闪得我白内障 闪得我白内障都出来了 真的 真的是闪得我白内障都出来了 这个 看完了世间罕有的两局之后 我们来看比较正常的局吧 这是个春格 这种巅峰对决真的是难得一见 我以后五周年纪念 明年五周年纪念的时候 再把刚才那局简说一遍 让我有点思想准备 可惜小叶宇不知道死哪里去了 他要是看到了这一局 他要是看到这一局 肯定要在弹幕里面 又要奇探怪论了 还好他不在 正好他不在 这小牛天天就知道属性 这小牛天天就知道属性 这一局都看得谈眼落惊了 大圣啊话说你的这个 啊你这么久没来 守护都掉了 你好意思啊 这边张春华挺危险的 感觉好像他被反对包围了 这是个中央 东城为下 攻心为上 无英雄者 把曹操都逃抢了 这边其实还是可以先攻心的 先攻心看到一张红桃闪 怕你曹操再拿回去 对吧 哇这就不应该火攻了呀 你看到逃了你还火攻 打不死就让春哥制裁他了 其实我也是想不通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打曹操 我跟你说 现在的曹操称相比老曹操还厉害了 很多人现在还看不起曹操了 曹操的人心是比以前弱了 弱了一万倍 但是 称相只有比以前更强啊 以前称相是小于13点 现在是等于13点 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来说 曹操比以前更难推了 帐八春哥的兵需要解吗 这我就不服了呀 帐八春哥的兵也需要解 啊你就这么看不起我家春哥的 这陆逊脱管了 不管的 你命如此 对吧 曹操就留给我家春哥制裁 前方啪啪啪火力 死不足够 死不足够 杀 你命如此 予予取楼 死不足够 你命如此 予予我何干 伤之别意 这个无蟹可击 也不舍得打 有点莫名啊 其实张春华前面把无蟹都扔了 就摆明的是个死太监 两个中还把他像宝贝一样的保着 我也是反应 不过这个春哥呢 的确是帮主中细了不少的伤害 这春哥前面 其实不吃桃有点太浪了 是我我一定吃的 因为你毕竟是个内奸 你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怎么都得缓一缓 谢谢大神送的绅士守护 那间该降嘲讽的时候还是要降嘲讽 现在其实并不是说主中很危险了 你要是再死的话就没得玩了 现在其实还可以 首先这个2B陆逊脱管了 其次吧曹冲也差不多快死了 最后神吕蒙跟元树 你别看没血 神吕蒙跟元树 有没有血不重要 他们只要人活着就是 直面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强行变成一血 让反对军能打死你 你说怎么玩的 是不是 不过现在还保着爆发的机会 这元树是中兵的吧 不是中乐的吧 这陆续要么不回来 一回来就砍我们 你看 不吃桃叫嘲讽就是这样的 这局真的被欺负惨了 神吕蒙 黑不动啊 你不要觉得他单挑很厉害 眼却暗置红乎之质 其实也够强了 哇 这 这就是你张志华不 不讲嘲讽的理由吗 被 放入我手 这我就 这我就想不通了呀 还是死了 你看 死了吧 死死死 你怎么还没死 你死一下会死啊 这 这怕不是要上天了呀 死不足惜 你命是死 好像好像真的要上天了 哎呀 好了 看来老天并不想给你第二次战 这就非常尴尬了呀 终于跳内了 终于跳内了 深恨百百青书 反正曹操先弄死再说 这个无用 拿到乐了 乐都不要的 吕蒙又不是傻子 他不把那 哎哎哎 哎乐 这个灯爱是觉醒灯爱 觉醒灯爱你拿的好有屁用啊 你先出的防线已失限 哎 把乐拿回去 哎 你 你 这个 这个 这个把乐空顶 空顶 他吞田也囤不掉的呀 对吧 囤不到的 你把乐扔了是什么鬼啊 这把乐 这把乐扔了 这把乐扔了 武田邓爱 而且我们跳了内了 武田邓爱我们跳了内了 乐爱不会来搞我们了 这可不是灯爱就成打工仔了吗 这灯爱打工打得开心啊 哎呀我们更开心啊 心腹大患终于死了 这神吕萌哎 简直是 神吕萌都不会玩 太让我失望了 这个陆训是什么都不管的 这个借刀杀人 哦 护当里再藏一张烈弩 以防万一 不好把吕萌打死的 吕萌打死了 没那么好打 最好是 最好是留吕萌一条狗命 吕萌这条狗命 你最好给他留着 现在吧 就跟吕萌这脸撕破 撕破脸撕破的太过了 神吕萌又不敢打灯爱 怕把吕萌打死 两边不是人哪 其实呢 刚才那个情况呢 就可以 就可以把沙攒着 咳 以后再说 你看可不是两边不是人 好了 那错的就不是我了 那错的就是这个世界了 既然错的不是我是这个世界 那你们就跟这个世界一起去死吧 这吕萌打掉呀 好吧 可以打反吕萌牛逼 啊 不打的为什么 但是没牌是万万的 就非要留着这个无蟹宝木马 木马 无所谓的 我跟你说 木马不需要无蟹宝的 怕什么 怕后面你卡牌 这个强情换 因为木马里还有一张连弩 浪费 这样打真的浪费 拆顺哪有那么多呀 你这样子打 邓爱打不死 这个木马不照样没有了 对吧 不是照样没有了 你看邓爱撕萌 我拆 拆了呗 把孙策的勒拆了呗 这邓爱不死 你的木马就没了 不就是拆个勒吗 孙策他能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你要感谢孙策 孙策不帮你收在邓爱 你的木马就没了 哎呀 这一点大致观都没有 我对了好什么 其实冠师傅挺之前 这冠师傅挺之前的 并不比这个连弩差多少 我觉得至少冠师傅放木马里 总归是没什么问题的 想之别离 心凉寸上 心凉寸上 但 想在我身 哼 可在一张 心别离楼 身边离楼 医生 可在一张 心别离楼 最终 孙策 被无情的春哥给干掉了 万事不竭 想在我身 可在你心 其实刚才 孙策打死这个 孙策打死这个邓爱 不如让邓爱牵制这个张忠华 就这个 觉醒带连弩带木马的 张忠华跟那个 已经快要死的邓爱 到底谁威胁更大 其实两个人 谁威胁更大 肯定春歌威胁更大 你只要让这个邓爱动一下 他一定是帮你去顺张忠华的连弩跟木马的 只要这两个东西没了 那春歌就没什么可怕的 到那个时候春歌自然会 毫不客气的干掉邓爱 对吧春歌干掉邓爱以后 你跟一个没有木马没有连弩的 春歌单挑其实两写春歌 三写春歌反正没什么厉害的 就这样打就好了 非常遗憾 这句春歌 其实打的并不好 但是呢 孙策还是输了 当然了这是孙策主攻的日常 孙策主攻基本上是 四把赢一把这样子 胜率25%左右的主攻 哦 流程主 最近 最近收到的流程主的投稿 比起以前来还是多了不少 以前我几乎没看到过 但是呢 流程做主攻 总的来说还是挺难用的 别动 这个还手的 准备动手吗 怎么说呢 我反正是觉得这样打挺冒险的 因为毕竟两无限一决斗啊 起手防一波还是很不错的 就这么直接拍了 胆子也是够大的 唯有死家 是安宁为祥 谁看栋梁 秦王 但顺上将不为所动 于是是呼去忙了他 自己的神简一没了 曹瑞中 那其实还是曹瑞中 就流程主攻 你至少得有能保你的中 保你还能自保 刘备这种就不行 哎 为什么刘备跟曹瑞 我刘备也可以把所有的手牌都献给你啊 你献给我以后 你就是个死人了 曹瑞就不一样了 对吧 许楚没动 不知道 不至于三刀了吧 这个直接被逆走 特别亏 哇 直接去忙佐次 佐次好惨 然而 忙错了 为何要忙呢 对吧 弱者为何要战斗 反贼为何要忙呢 好了 这个佐次被害死了 不过这佐次心也是够大的 就这样了 你还敢 挂罗因啊 还不赶紧挂个酒师 对吧 古丁刀藏手里 挂个酒师 古丁刀藏手里挂酒师 很不错的 反正 反正 幻九师肯定死不了 幻九师 古丁刀藏手里 他等于有四点血 现在就一点血 直接死 木马没传 反贼 发布内奸 这个许楚是个忠臣 无用之忠 我还以为 他有什么线索 我可以证明佐次是终 成本在此一几刻 都在绝 但是有吴国泰啊 这吴国泰的手啊 稍微没问题 断恩怨 巾国之五 巾国一可倾夺 顺手 倩阳 巾国之五 木马 不可倾夺 女工 哇 哇 巾国之五 戏很足啊 不可倾夺 巾阳 哇 这戏太足了 当然了 看还是只能看主攻 这主攻现在 撞得还可以 我觉得给许楚吧 这个牌 杀直接给许楚两刀啊 哇 直接九杀 也不怕是闪啊 说明他只有一张杀 两张杀 两张杀不先九杀 不过九杀是明的 九杀是明的 倒还不如先九杀 倒也是 木马里没放闪 放了个火宫 这个就习惯不好 对吧 孙上香是 一般来说 最好是牌过完了 最后穿木马 总观还是 传闪比较少 这流程 这流程还可以当郭家用 就是我战绝你 你杀我一刀 我还能摸两张牌 对吧 当半个郭家用 这吃了刀九杀就有点危险了 毕竟许楚 毕竟许楚太白白 毕竟许楚太白白 正机手软了 没有再杀主 这个冰凉寸断 那不是挺好的 不是挺好的吗 此刻唯有死者 这里有点没动 这连动有啥用啊 不就是个累赘吗 对不对 这白银狮子厉害了 我跟你说 女工 不要以为秦王没有用 我可以 我可以扔白银狮子秦王的 实际上心态崩了 杀真机去了 那 那现在就是 那现在就是 垃圾时间了 两刀砍死 正机了 心态崩了 心态彻底崩了 都崩了 心态崩了 这是可以 这是可以 主动秦王 认识的回血的 特别搞笑 心态崩了 松阳枪脱下了 嗯 成败在此一举 杀 心态崩崩哒 心态崩哒 哎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对吧 这个 一不留神 啪一下 就没了 心态崩崩哒 好 我们看下一局 又是一个主动 曹丕 难蛮入侵 二号为赵云 这个赵云竟然没有杀伞 真的没有杀伞吗 他应该是有闪 但是不是反 所以没有冲 主动 我还以为他是反 赵云是很怕被拼手牌的 双射手很厉害 剩一 再去拆赵云 因为赵云很有可能没杀的 有杀的话他难不入侵就出杀了 杀 哼 大军在此 如等 反雷徐胜 不知跟曹丕配合挺好的 只可惜曹丕没有距离 强行卖菜肥 这个要翻王老呢 因为王老能回血的 这牌 炸 你 诸葛 诸葛 你敢 没想到啊 没想到 你个浓眉大眼的 也背叛革命了 没想到啊 没想到 你个浓眉大眼的 也背叛革命了 哇 打得这么刚 这没必要放大吧 就打一血 司马懿也跪了 除了这个王老被翻了一轮 诶 诶你别说 这很厉害的 你破军 你破军破的那个叫开心啊 破军啊 我就当作郭家用了 对吧 一次破军两张牌 我一秒变郭家 定判输出计 再翻 翻蔡夫人了 想停住木马 江南忠义 一次 两次 哇 这布置倒是挺溜的 但是这是什么东西 啊 谁能还跟我解释一下 这系什么 新人赵有钱啊 非常6加7啊 哇 这耻辱丢牌啊 一通操作猛如虎 一看输出250 这可如何是好啊 这司马懒应该是断红了 不然的话应该回三血的 回两血就给队友回两血 自己再吃个桃 拆闪电了 他拆闪电倒也没什么大错 这次只有一张牌了 得无单行 强行定判 拨牌 从孙者生 从留着 再玩定判输出计 从留着死 好 有桃 还是赌曹币有桃啊 刘发 一血四牌 宛如一个理点 没了 万剑齐发 这要开的 哇 难万 一大堆牌终于来好牌了 终于来好牌了 蹦蹦哒了 蹦蹦哒了 瞬间 蹦蹦哒 啊 定判输出计 这个徐胜 这徐胜在想什么 这 这徐胜 一个死 每个人 这死了一个 你就等于每个人都死了 该救要救的 这倒不是宝大 还是宝小的问题 曹批的牌实在是太多了 你给他兽一个 就有可能全死光 该宝还是要宝的 只要布置活下来就没问题了 而且布置还有进的哦 定判还有一次哦 能发动一次定判也够 厉害厉害厉害 这局 赢的倒是真的很不重要 主要是反贼里内奸太多 徐胜给布置 发动了两次红德 斯马朗给布置 发动了两次红德 不过那波牌都是废牌 那波红德摸上来的都是废牌 后面 后面忽然变得特别的厉害 最终 我们的主视角呢是 我感觉今天的那几把曹批主理 就这把最好看了 让人看了 感觉赢的是心旷神怡的 今天有不少的局 挺精彩的 感觉这个梦中三国沙的五周年纪念 超百坑讲坛已经可以开始提前制作起来了 希望五周年纪念的时候呢 这个超百坑讲坛可以更好看一点 好了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在这里呢 再次祝各位女性观众 女性粉丝节日快乐 不管是小女生也好 还是大女生也好 还是已经变成少妇了的 都没有关系 希望大家长长久久的能够 多多的支持我的梦中三国沙 好吧 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 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直播 明天呢 将会给大家带来测试服的直播 明天我会 明天我会多找几个人到测试服去 开一个小群内 当然有可能找不到八个人那么多 到时候反正 楚楚啊 夜雨啊 能叫的叫上 叫上以后呢 我再 随便 这个找两个人 或者房间设个密码 到时候有缘人可以进来打一打 测试服里面 新出的那个马良 听说挺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玩得到 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玩得到 肯定能玩得到了 对吧 还有就是明天是蓝一曼第七季的最后一期 那就顺便看一看吧 对吧 然后礼拜六是团灭试炼啊 或者叫神之团灭 反正上了个礼拜经历过如此惨痛的 这个一期之后呢 希望这个礼拜可以有好一点的发挥吧 反正现在这个神之试炼这么难 应该会蛮有看点的 接下来两天直播就这么安排 礼拜天我可能要休息一下 好不好 好了啊 就跟大家说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百坑讲坛 做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如果不是只看百坑讲坛的话呢 我们就明天见 如果是只看百坑讲坛的话呢 那我们就只能下周见 就这样了 放片尾了 大家晚安 我欲呈现快乐起点 最终还是那些年 最终还是那些年 潺潺绵绵绵总不变 写尽了从前以后 家娘红颜 美妙不可言 怎样看过命中远 怎样参加坏 怎样参透情中线 无非是再多一点 再少一点 谁知人生何见 这过窗前的灯 和窗外约 心忽明忽安 旧空该醒了天 该亮了再挣脱纠缠 我欲呈现快乐起点 我欲呈现快乐起点 缘换出神话在风中流传 真心走破每个瞬间 再来对孩子宽团 再来对孩子宽团笑谈 我欲呈现快乐起点 让自己对得起美丽语言 天将落在天地之间 总有故事让后人看 这过窗前的灯 和窗外约 心忽明忽安 旧空该醒了天 该亮了再挣脱纠缠 我欲呈现快乐起点 缘换出神话在风中流传 真心走破每个瞬间 再来对孩子宽宽笑谈 我欲呈现快乐起点 让自己对得起美丽语言 天将落在天地之间 总有故事让后人看 我欲呈现快乐起点 缘换出神话在风中流传 真心走破每个瞬间 再来对孩子宽宽笑谈 我欲呈现快乐起点 让我对得起美丽语言 天将落在天地之间 总该有故事让后人看 又跟 history姐 Standards 也给得起 Industries 《峰圈梯》 多交参 你们好像 confort 地之间 都像 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